朋友们好啊 周五啊 我们继续分享新版的十帅十说 我们昨天说到呢就是 这个彭大怀觉得军令一个人的地位超过了他之后 让他处于一个尴尬地位 我们说这就和毛主席的想法背道而驰了 毛主席什么想法呢 在毛主席那 彭德怀和林彪那完全是两个用场的人 彭德怀就是个带兵的 可以做元帅 可以管军队 可以甚至做军中的第一人 但是 在毛主席这 毛主席再清楚不过了 就是彭德怀 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不能让他搞政治 他也搞不好政治 彭德怀这样的人搞政治 最后就把自己给治了 这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这也被其后的历史 所证明了 但是 林彪就不同了 相对于彭德怀这林彪就不同了 林彪在毛主席 那心中那是什么样的一人啊 那是掌上明珠 为什么毛主席一视林彪为掌上明珠 那是因为从井冈山时期起 毛主席就发现了林彪身上的统帅之才干 不仅是统帅军队的统帅 于是呢 从红土地到黄土地再到黑土地 就是从江西到陕北一直到东北 毛主席一路刻意的培养林彪 让他带兵 不仅让林彪带兵 还让他带毛主席的嫡系的子弟兵 从二十八团团长开始 红四军军长 红一军团军团长 一一五十 一直到冬夜 让他打仗 打决定命运的仗 你看 二十二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史上 每到决定中国革命运的 或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仗 那是不是都是林彪打的 让他带兵 让他打仗 还让什么 还让林彪办校 办中共的黄埔 像蒋介石一样 蒋介石不就是黄埔军校校长吗 才有了黄埔军吗 毛主席就让林彪办校 办中共的黄埔 办红军大学 办中国军抗日军政大学 让林彪做校长 只要林彪在 谁都甭想 惦记这一个圈 林彪就是受了伤了 被人打了 你病榻之上 这 抗大的校长也没换人 林彪从苏联回来 回到国内来 去了两年又回来 回来之后 这抗大的校长 还都给林彪留着 带兵 打仗 办校 还不够吧 让他搞外交 420回国了之后 蒋介石几次三番 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跟 蒋介石说 你过来我跟你聊聊 我面谈面谈 然后中共出于安全 各方面的考虑 不让毛主席去 怎么办呢 最后了 盛情之下 最后就 让林彪作为自己的代表 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尼汉作为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的代表的林彪 特命全权代表的林彪 在重庆跟蒋介石谈判的时候 连他的老师 周恩来 连他在中共党内的上级的周恩来 都得给林市长跑龙套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林市长 他是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的特命全权代表 他是代表毛主席 所以周恩来到这个跑龙套 然后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 干当配角 让他带兵 让他打仗 让他办笑 让他赶外交 还不够 还让林彪搞打 让他做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林彪从苏联回来以后 在延安做中央党校副校长 一句话 他就是要把林彪培养成为一个全才 让他最后成为真正的统帅 你以为八九十一中全会 让林彪 做唯一的中国中央副主席 让他做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九大的时候 你以为这个东西是晴空霹雳 是忽然才有的想法 早了去了 三十年代开始 毛主席就觉得林彪 未来可能就是作为自己的最合格的接班人 早毛主席就发现了林彪身上的 这个党政经兵学 德智提美劳 全方面综合发展的这样一个统帅制裁的财感 直到抗战胜利以后 中共第一时间布局东北 那么开始的时候 刘二七有些干扰 毛主席的时候在重庆 刘二七有些干扰 然后就派自己的小兄弟彭真去做东北局的书记 结果呢 彭真的格局不够 能力不够 修行不够 反正都不够 用林彪的话说 这个彭真是唱花脸的 做不了一把手 唱花脸的 一个进局怎么可能做这个第一主局呢 于是围绕着东北党政领导权 彭真和林彪开始斗法 那么随着东北局势的日益危急 回到延安的毛主席 发现了东北的问题 也发现了东北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以啊 毛主席 审时度势 依然拍板 彭真正改赴 林彪上大位成了东北王 在林彪的统一的领导之下 实现了东北的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 一个中央委员 按林彪 往中间这么一坐 海滨的大院子 以前海滨那种老院子 就是白鹅那时候住那些院子 在海滨的南杠啊 特别多 铁路局附近呢 什么的 特别多那种 一个大黄房子 屋顶高高的 然后呢 这个前面就一大院子 种花种草 葡萄藤 葡萄架 什么的 东北那种 就这种大院子里头 八千桌一百 小林彪 中江人一坐 下面一哨子 那这些副手 两厢 这这这这这这 排列 其中四个政治局委员 给他中央委员的林彪 做副手 还一步一去 哈哈 点头 还有 彭真 七大政治局委员 高岗 七大政治局委员 这个 陈云 七大政治局委员 张文天 其他政治局委员 从党内地面 都是林彪的领导 上级 你看毛主席 毛主席 这用人数 你看看 毛主席的这个 人类资源管理 那就是艺术 那就是艺术 毛主席的这个领导 就是艺术化的领导 这这太经典的这个案例了 这倒是 哈哈 那么呢 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三年的时间不到 整个东北 全静一手 信了共了 就成了中国解放战争的 可靠的牢固的 雄尽的这样的战略大户房 你想想 东北一手之后 林彪拿下了全东北之后 那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怎么能那么快呀 肃毅打的好是一方面 还有什么 林彪打的更好 东北都是共产党的了 打太远 徐强前领着十八兵团 打的多少时间 几个月打不下来 啊 最后了 七家人全婚以后 江贤 旧机复发 跟中央请求说 能不能让彭总 回西北的路上 到太远去 把这个话上拒号了 太远拿下来得了 中央批准 彭德怀去了 就能拿下太远吗 啊 彭德怀 是跟中央请示之后 毛尔西一声令下 林彪是派出了一个重炮师 东野炮仲派了一个师到太远前线 全是105口径以上的重炮 才把太远城 炎一山经营了几十年的太远城 叫做轰盖 在七后的解放战争历史上 到处都有东北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技术能力 到处都有东北的这个武器装备 到处都有东北的 决定性的贡献 多说两分钟啊 那么呢 建国后 林彪身体不好 休息了一些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整个在这期间的毛主席 那不忘自己的爱将 对大病虫 林彪始终 那是倍加关怀 今天专程登门看一看 明天善意的批评批评 说你有目击 你有目击 不振作 没有朝气 后天呢 写一首 归随寿 是不是啊 哎 然后呢 赠给林彪 鼓励他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不年 壮心不已 问题什么问题是 你不是老季 你才多大岁数 是吧 哈哈哈哈 你到五七年的时候 你才五十种岁 是不是啊 你也没到末年呢 是不是啊 那么到了1958年 林彪的身体 经过几年的休养之后 大有起色 而那个时候 在毛主席的整个战队里面 也需要林彪出山了 毕竟58年的时候 林彪才五十一岁 还不到 林彪十一月份的生日 58年五一份 让他做中央副主席 五十岁半 哈哈 正当年 于是毛主席才有了 这样的动议 让林彪进常委 做中央副主席 但是这彭德华就受不了了 是不是啊 那么从八九五中全婚以后 彭德华就公开的就闹上了 几次三番就闹上了 基本的说法就是 一个意思 我老了 干不动了 我要辞国防部长 我要去管农业 真想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